這一處私人土地地點偏僻 平時五人看管 不過卻被民眾募集 有可疑人士趁機清道廢土 把這個空地用土石堆得像小山一樣高 仔細一看 裡頭還掺雜石頭 磚塊等事業廢棄物 遠景街道舉報道場勘查 涉嫌清道廢棄物的嫌疑人卻拒捕逃跑 嫌疑人開的黑色轿車車身布滿 彈孔就連輪胎都已經破掉 二十九號下午五點多 要對三人進行進一步盤查石 三人不但不配合 其中一人還突然開車逃跑 警方緊急打破車窗試圖阻擋 不過對方反而當場把遠景拖行好幾公尺 而另一名同事件狀 也連忙對車連開五槍制止 同時加派警力到場支援 警方當場逮捕的兩名嫌犯 功稱完全不知情 至於逃走的駕駛 警方也已經鎖定身分 全力追悉當中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文 文文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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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e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